接到命令后 舰艇武装直升机同时出动 直升机对模拟失事人员进行空中搜寻 发现落水人员后 引导附近海军舰艇进行救援 香港航道复杂 气象多变 海边漂浮较多 这给海上搜救带来了较大困难 我们通过分析海区洋流 气象 精准推算目标位置 为营救任务终取了更多时间 指挥所下达命令 附近海域发现可疑船只 战斗员搭乘冲锋舟对目标实施领检纳补 与此同时 陆上人质营救演练也在同步进行 特战队员机动至模拟居民区附近 采取封锁控制两翼夹击战术 对屋内多名恐怖分子实施清剿 成功解救人质 此次训练重点检验特战队员的 临机处置和综合行动能力 特别是在营救人质时 对每个人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这次任务驻香港部队特战 防空 舰艇 雷达等多个兵种 同时行动 通过巡逻 侦察 救援等多项实战化科目 检验了各军兵种战术配合 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探索解决联合训练中指挥 通联 协同 导帐等多个问题 有效提高旅行香港防务能力 在缩少计静 继续造航行华 3.0103 继续設污座 3.0113 继续 5.0116